台北轉運站的BOT案 蓋出捷運貨物宅與金站百貨 而為了大隊員旁的松菸文創BOT案 也蓋出飯店與百貨公司 而市府轉運站BOT案也申出百貨公司 台北市長柯文哲追查開發弊案 讓網友提出疑惑 直指為什麼北市近年重大BOT案 最後都開啟百貨公司 與日升上合作的台北轉運站 附邦的松菸文創 統一的市府轉運站 以及遠雄趕工中的大巨蛋 都少不了百貨公司 商機比較大 真的還蠻多的 台北百貨公司真的很多 本來好像是說要蓋成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讓一些文藝可以發葬的地方 可是現在變成這樣 就好像有點太高檔 不應該是這樣子 就應該是原有的樣子 本要扶植文創變成精品服飾店 旅館一碗要價一萬多元 BOT的本質賺錢成為主要導向 電影中的名言 凸顯了台灣沒有好好使用 BOT衍生的問題 但企業本來就不是來做公益 只是最後的交換都是商場 難道成為必然的結局 百貨公司並沒有什麼壞聲 台灣的BOT就是缺少了所謂的 缺少了所謂的都市設計準則 也就是說缺少了都市設計審議在之前 事故它是一張的空白支票就接著 BOT本身蓋百貨不是問題 而是市府和廠商之間 有沒有取得利益平衡 或是把資產低估 放任企業大賺齊錢 BOT成為商人賺錢 守法的包裝 帶給市民的印象是 又看到多了一棟百貨公司 這裡是一件成員文台背召到的 就這樣說了